这道考题就是基本的记忆性考题 你可以这样看 一等跟六等星 然后总共相差五等 亮度比是100倍 所以差一个星等 亮度大概是几倍 那这个在我们现在来讲 都是直接记起来就可以了 2.5倍 那它的概念是 每差五等是100倍 所以差一等应该是100的五分之一次方 那我们不太可能真的在现场去 用log取出它的结果 也就是说 把它假设是x 然后两边各取log 去计算 那当然如果数学还可以 你可以很快的推测出 它大概的区间范围 但我们其实就把它记起来 那一般我们会记每差一个星等 亮度比较2.512倍 但使用上还是记2.5倍左右就可以了 那记得哦 如果差两等 那不是2.5加2.5 是乘以2.5 那就变成2.5的2次方 差三等就三次方 那一般来讲 差n等就是2.5的n次方倍 那n刚好等于5的时候 那就是2.5的5次方 也就是大概就是100 好 这是有关于星等 跟亮度比值的关系 请各位熟读熟记 那经常会出现在学测考题当中 那早期这个学测考题 算是简单记忆性考题 好 我们就做到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